70万左右的预算要住在多伦多市中心 新藏地带多伦多大学附近 有什么选择呢 大家好,我是Prisilla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我的客人是一位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的女生 她打算9月份的时候就来多伦多生活和工作 那我们今天呢,看几套一房的公寓 在这个央街和贝街的附近 在开始看房之前 千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房产知识分享 和精彩的待看视频哦 待会见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央街上的这个一房的公寓 我一进来呢是一个狭长的玄关 左右分开 我的左边呢是一个卫生间 那可以看到这个装修还是非常的摩登的 用很多直线的结构 有一个带淋浴的浴缸 我继续往前走 我的右手 我的右手边呢是衣橱 然后洗衣机干衣机也在这一边 叠层放置的应该是 我的左边呢是卧室 这个卧室呢 其实是没有明窗的 因为它是嵌在了这个公寓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线呢 来自于厅的那一边 中间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隔开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我想应该是衣橱吧 是的 下一个我就不打开了 那这是我们站在这个卧室里面看外面的这个情况 接下去继续往前走呢 就是我们的厅跟厨房和餐厅的一个结合 还是比较紧凑的 就是我们一个直倒的厨房 然后中间 说不上中倒了 更多就是一个餐桌加书桌 这么一个二合一的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剩下的是沙发 然后小的办公桌 现在的主人放在这里 然后电视机在我们的旁边 就是贴着卧室的这个墙 这套房产它的比较的好处呢 就是光线还是不错 我们现在在央街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我们出去阳台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阳台 前面这个看到的这个湖面呢 就是安大略湖了 我们楼层其实也不算特别高 但是我们前面的是全无遮挡 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这是景观 没有任何跟我们同样高的楼层 那光线啊 采光啊 和这个景色都还挺不错的 我们这个阳台呢 大概有个一米三四宽的样子 然后长有个三米多四米 还是很好使用的 我们现在是上午的这个中段 光线非常好 最后我们站在这个厅的一侧 看一下整个房产的这个结构 我们的厨房客厅和紧连着的卧室 今天的看房到此结束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房产类型和价格区间 欢迎您联系我 由我为您搜索 带您看房或远程视频拍摄 完全免费哦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